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方上的科技产业一般不是他们在做 都是外地企业家在经营 当地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排斥外来人口进入这些领域 他们会共同修筑护城河 将地方经济利益弃在河内 同时家族里会有人陆续进入政治系统 成为地方上的重要政商节点式人物 如果在地方上政治级别越高 家里原先也有经济实力 就逐渐形成本地新的豪强 这波新副阶层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个内循环系统 我在全国好几个镇 好几个县城都听到当地人跟我介绍 这里有几大家族 分别姓什么 做什么生意 在这里没有他们搞不定的事 几大家族共治某地 通常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为了加强对地方经济命脉的控制 有时候豪强会尽量想办法影响当地部分人命 如果县里搞不定 就从市里搞定 如果市里搞不定 就从省里想办法 各地通常有句话 铁打的XX 流水的XX班子 当地的豪强系统 靠方言 血缘 婚姻 同学等支撑利益链 又靠酒桌 汇索 资源交换作为润化剂 做到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一般豪强的第一代 小部分可能会有些灰色历史 但从第二代开始 都是合理合法的营生 所以财富聚拢过程更难以阻止 财富的雪球正越滚越大 使普通人在县城基层可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 其实地方豪强 他们自己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会有什么影响 但经济规律是不受控制的 中国有些镇 县 是非常富裕的 能从当地经济利益中切下一小块蛋糕 都是以多少亿来计算 我们都知道 万物都是二八法则 一个富裕的镇 县 市 财富 总是会不由自主被少部分人掌握 这是经济规律 不能说是某个人就一定贪得无厌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地方豪强的形成主要还是经济规律造成的 我们也不应该急着对地方豪强喊打喊杀 因为人总是缺少安全感 赚到一亿 总想再赚十亿 垄断了KTV就忍不住再垄断木族城 德罗旺鼠是人的本性 这些都是不受控制的 换谁都一样 不管将我们的社会推倒重建多少次 财富重新分配多少次 豪强都会重新站起来 社会要有活力就必须财富流动 你要让财富流动就一定发生二八法则 重要的是要给豪强的发展画一条红线 尽量不要越过这条线 要想办法控制经济规律 使豪强占本地的经济占比 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中国现在是改开四十多年 各地豪强的现象 还没有到达十分严重的地步 根据我在全国各地的观察 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豪强 现在只是在部分地方开始显现 占比还不太高 我估计再过三四十年 地方豪强才会大量掌控地方 不过那时候再处理这种情况 就十分棘手了 这时候财富不再流动 社会基层固化 富人的孩子就一代代是富人 穷人的孩子就一代代是穷人 而且会富人极少 穷人极多 这种循环在中国历史上 反复出现过 只要社会财富不增长 普通人能收获的经济利益越少 地方豪强 就会成为民众泄愤的对象 引发新一轮的社会革命 连美国这么强大的帝国 财富不增长时 各种矛盾都开始如火如荼的爆炸 本质上是财富无法进行 适当分配造成的 所以我们要尽量在事物萌芽阶段 就开始治理 要对地方经济进行有效的疏导 我们要防止政商旋转门的出现 不要让地方上的富豪阶层 包括其子女亲戚 轻易从公司进入政府 也要防止富豪阶层 接管地方政治权利 出现地方富豪代理人这种情况 我们要控制的是豪强 不要越界 要让其在政治上不敢越雷池 在地方经济上懂得控制扩张 建立分寸 做好财富的多次分配 既是保护普通人 也是保护地方豪强本身 地方豪强的崛起 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 新生的社会问题 是财富增长后的 正常会发生的情况 这个问题比元宇宙什么的 要现实的多 但愿我的担忧是多余的 我只是希望历史 不要一代代重复 只是希望能从根源着手 尝试将社会建设得更好 毕竟我们要建立的 是一个共同富裕的国家 用最平实的语言 为大家解读国际政治的波云诡诀 描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 艰辛与伟案 是我们的宗旨 卢克文工作室 长期招募主编编辑岗位 待遇50K加每月 如有兴趣 请发送简历和作品 至9816-91896-at-qq.com